哈喽大家好我是饕铁 灯寒了就要多吃个萝卜做了各种的美食了 不管是炸着吃蒸着吃还是炒着吃都是非常好吃的 今天饕铁用萝卜给大家分享个好吃的 首先咱们取两根清洗干净的大清萝卜擦成器丝 这里没有擦丝器的话也可以用刀切成器丝 大家一定要记住要切细一点 再来一勺白砂糖 两勺食用盐 用块搅拌搅拌放在一旁杀出水分来 这样就可以去掉萝卜的辛辣味了 将腌好萝卜丝挤干水分 一定要把水分给挤干了要不然会影响口感 挤干水分后放在案板上用刀切成小段 切好后收进准备好的空碗里 打入一颗新鲜的鸡蛋 加入半勺调和面 一勺鸡精 一勺花姜面 再来点切好的姜木和葱花 用块搅拌搅拌将食材混合均匀 加入20克土豆淀粉 50克干面粉 继续用块搅拌将食材混合均匀 面粉和淀粉的量呢不能加的太多了 能让萝卜丝团了一起就可以了 取适量搅拌好的食材 攥在手里团成团 最后再压成饼状 咱们的生拼就做好了 将做的萝卜丝饼呢 一次放进蒸屉里 等水开后上锅蒸10分钟 趁着这个时候咱们再来调蘸料 空碗里加入一勺蒜泥 两三勺的油泡辣子 一勺鸡精 半勺食用盐 两勺香醋 两勺生抽酱油 搅拌均匀后咱们料汁就调好了 这个料汁呢也可以给您自己喜欢的口味来调 时间到了 咱们萝卜丝饼呢也蒸好了 各个金融剔透的看起来是非常的残忍 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赶紧去尝试做一下 滔天每天都会带大家分享不一样的美食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